hello 欢迎大家学习网络扒充 那么上几个的话 我们是对这个扒充前奏的一些项目的知识点 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那么从这几个开始的话 我们就正式进入到那个扒充的学习阶段了 好 那么这几个好 我们要跟大家讲的是一个什么呢 是一个python当中一个非常基本的网络请求库 叫做url 这个库 这个库的话是我们这个python3自带的一个人的库 不需要任何安装 不需要任何安装 那么我们这地方就是说 在代表当中直接使用就可以了 在代表当中直接就可以了 那么urlip库是python当中一个最基本的网络库 对吧 可以模拟浏览器的那个行为 就是浏览器的话 就是其实就是什么呢 就是向服务器发送一个请求 那么我们urlip库 它也可以去给指定的服务器发送一个这样的请求 发送一个这样的请求 然后并且可以保存服务器返回回来这个数据 对吧 好 那么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一下我们urlip库当中 第一个非常经典的函数 就是说最常用的一个函数 叫做urlopen的这个函数 urlopen这个函数的话就像是什么呢 像是向指定的服务器来 向指定的ur去发送一个这样的请求 去发送一个这样的请求 非常简单 那么所有的请求和网络相关的方法都被在python3当中 在python3当中的urlap库当中所有和网络请求的方法都被集成到的urlap.request这个模块下面 有可能之前有的同学学过python2的版本的urlap库对吧 那么python2的版本下面的urlap库的话它是直接在urlap下面 那么在我们的python3当中的话它把所有的这些和网络请求相关的东西都集成到了urlap下面的一个子模块 request这个模块下面 所以如果我们想要去使用urlap这个行数的话 我们就需要从request这个模块下面来导入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urlap这个行数的基本使用 首先的话先从这个地方来导入request 导入request模块 然后的话在这个地方我们使用request模块下面的urlap去打开百度顶看我们的网站 然后的话我们在它会访问一个这样的什么响应对象 那么当我们拿到这个东西我们直接read的话就可以将这个什么呢 将这个网页上面的这个百度点看我们这个网页上面的这些代码 这些数据把它给读出来好吧 好那么这里的话我们就跟大家演示一下 然后的话来打开一下我们的这个python 这里吧我已经新建好了一个什么呢 新建好了一个项目叫做什么呢 叫做demo1叫做demo1 那么接下来我们的这个代码就在这个demo1当中去跟大家讲解了吧 好那么我们这里吧来导论一下 from下这个什么呢 from下这个urlap input下这个request对吧 那么我们的那个urlap就是在这个request下面 那么我们这里边就使用这个request点什么呢 点那个urlopen 然后的话指定一个url 比如说是那个sb是那个3w.百度点看吧 对不对 然后的话我们得到那个什么呢 得到那个resb就是得到那个响应 得到这个响应后 接下来我们再来打按一下 resb点那个什么点read read的话就可以将这个响应当中的这些数据 把它给读取出来 把它给读取出来啊 好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去从服务项目去请求一个这样的数据 就已经完成了啊 用python代码进不上现在是一行代码就搞定了 你见过有这么简单的代码可以完成一个这么复杂的功能 你见过一个这么简单的代码完了吗 一行代码对不对 一行代码非常简单啊 所以这个的话就是为什么我们使用这个python去写这个爬中的一个原因 好吧 一个原因啊 好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右键再来运一下啊 运一下啊 这个地方多了个tft啊 好 那么这样的话 他就把我们的这个什么呢 百度这个网页 他的那个所有的原代码全部都把它给打印出来啊 其实就是这部分 就是这部分啊 如果你把如果你去那个呃 我网页我百度里面哈 右键查一下网预员的吗 其实他里面就是这些东西啊 现在里面就是这些东西 给大家看一下啊 右键来查看网预员代码是吧 哎 这个地方他是不是来对比一下对比一下啊 可能稍微有一点不一样啊 嗯 呃 百度一下你就知道是吧 恐认一下司机复对方看看有没有啊 啊 这个的话 因为在我们的这个啊 中东下面啊 他打印出来这个字符章的话 他是一个呃 经过毕业码后的啊 说的话可能就呃 看不到这个中文 好吧 看不到这个中文啊 那么那么我们就不用看这个中文 好吧 我们就看一下 比如说看下这个啊 嗯 也搜不到吗 这就有点尴尬啊 这个代码的话是 肯定是一样的哈 就是说有可能有一滴的不一样 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个什么呢 我们的这个啊 啊我们现在从个浏览去请求的话啊 因为里面有这些 cookie信息啊 我们在这个里面的话是没有这些 cookie信息 好吧 嗯 看一下啊 看一下啊 也有可能这个百度哈 他是其实是给你做了一些这样的什么呢 给你做了一些这样的那个处理啊 其实因为我们现在去请求这个百度这个完整的时候 我们是没有加任何的那个head啊 那么的话有可能啊 百度的话也给我们做了一些其他处理也说不定啊 那么我们来找一下吧 来找一下 比如说这个地方来找一下 看一下有没有啊 这不给面子吗 啊 那么这的话我们就不去找了 好吧 不去找了啊 这个东西 他反过来的啊 他反过来的话 可能就是我们这个百度他的一个真的原代码了吧 可能有些地方不一样啊 或是有什么样的其他的差别了吧 好 那么我们这地方就不去找了啊 就不去找了啊 好 那么这样的话 就是我们获取那个百度的一个真的熟悦 非常简单啊 就是通过一行代码 就直接可以搞定了啊 就直接可以搞定了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跟大家去讲一下我们这个 哦 详细的去讲一下我们这个 详细的使用 好吧 那么我们呢 这个什么呢 这个 里面哈 我们这个详细的 这个行动的话 他除了传递一个真的URL以后 他还可以传递一些其他的参数啊 这个怎么进来的 我们把我们把关标放在这个函数上面 然后按下口罩加B 然后的话 他就可以进入到这个URLOPEN这个函数 他定义的那个地方 好吧 那么第一个的话就是URL啊 第二个的话是那个DATA DATA的话就是你发送这个网络请求的时候啊 传递的那个数据 那么如果你传递的这个DATA 他这个URLOPEN 他走的就是什么呢 走的就是那个POST的请求 那么默认情况下的话 他走的是那个GET的请求啊 走的是那个GET的范围的请求 好吧 那么如果你这个地方指定的那个DATA啊 他就会走的是那个POST的请求 好吧 好 下面的话还是那个什么呢 还是那个Timeout 就是你可以给他指定那个超时的时间 好吧 还有一些其他的参数 我们这个地方就不去介绍了 用的比较少啊 用的比较少啊 好 那么是这个 好 是这个 好 这个理论的话 还有什么呢 再来看一下他的这个返回值 看下他这个返回值啊 返回值的话 它是一个httpclient.hp 的一个这样的对象 那么这个对象的话 他是一个什么呢 类文件具品对象 什么叫做类文件具品对象呢 大家之前学过那个文件操作 文件操作的话 里面是有什么的啊 是不是可以读 从文件当中读取 一些这样的数据啊 对 那么如果这个size 你没有指定的话 他会将这个文件当中 所有的数据 全部都把它给读出来 对 那么像我们这个地方一样啊 我们得到这个东西 它就像是一个文件具品一样啊 我们通过这个read就可以将啊 这个请求回来的这些数据 全部都把它给读出来啊 全部都把它给读出来啊 然后还有什么呢 readnike readnike的话就是读取一行 就是读取第一行的数据啊 readnike就是什么呢 读取多行啊 将这个将这个什么呢 将这个返回的这个值啊 把它给以多行的形式把它给读出来啊 然后还有什么呢 getcode getcode就是获取 当心这个响应它的那个状态码 好吧 那么接下来我们分别对这个三个 这几个这四个方法来做个简单的了解啊 好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 for x啊 for x应什么呢 应这个isb.read readnike 或者是我们先来打印打印一下read吧 print一下isb.read 默认这个read的话是读取所有的 对不对 比如说我这个地方给它指定读取十个字节啊 那么这样的话 它就只有前面十个啊 然后我们还给什么呢 readnike read readnike readnike的话 它就只会去读取一行 对吧 就只会去读取一行啊 好 那么这样的话 它就只会把第一行当中的数据把它给读出来啊 那么如果你想啊 去读取多行的话 那么就是什么呢 readni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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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可能加算一下 可能加了一下啊 这样的话 它就将这个网页当中的那个数据行 以多行的形式把它给读出来啊 呃 每一行他都当他 他以一个列表的形式把它给呃重启来 然后的话 每一行他都当成这个列表当中的一项 对吧 这是第一行 这是第二行啊 这是第三行 这是第四行 对吧 好 那么这个话是readnike啊 还是那个什么呢 啊 get code啊 get code是那个什么呢 是那个获取那个状态码 get code啊 就是说当时你这个请求 他返回的那个stb转的码是什么 好吧 我们再加我们再加运一下啊 这个的话 这个转的码是200 不对 没有问题啊 就是你当时这个请求是正常的啊 好 那么这个的话 就是我们这个ur open函数的一个人的啊 基本用法 好吧 这个东西也是我们用的比较多的啊 后期的话 我们在讲这个urlib code的时候 urlab code的时候 我们就会经常讲到啊 好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的这个urlab ur open这个函数啊 我们就讲到这个地方 下面还有一些其他上次的话 我们下期课再跟大家去讲讲 好吧 好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的这期课程就讲到这里吧 感谢大家